八極拳 起源于河北创州一带 以拳述和枪法盛名 近代史上 普怡、毛泽东、蒋介石的近身示威 都是八極门人 今集 两位武者乔政夫、彭光源 会去到创州和台湾 体验相隔两岸 但是一脈相承的八極威风 为了了解八極拳的源流 武者彭光源来到河北创州 这里自古是武术之乡 门派众多 集合有八極、通辉、匹挂、六合、太祖等 53个教授 因为我师父是外国人 我十八岁师父带我去英国 那时候住了一个月 为什么中国功夫在外国人这么崇拜 为什么我们香港本土 为什么好像这么盛美 我觉得身为中国人 我希望可以继续练练武术 集合他的精妖 研究一套武术 我想可以继续荣酿出去 叶光泰师父是中国河中八極拳研究会秘书长 致力搜集八極拳的资料 更为历代祖师立碑纪念 近百年来吧 这个传统武术 是有民间的这些老权师 他在默默地奉献 在传承 传统武术 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不是挽救 而是应该抢救了 否则就毗临失传 趁尖最左 趁尖放松 松尖最左 这叫马不顶走 复兴是工作 八極门人 普遍奉回文吴忠为祖师 他和他的女儿吴荣 清代乾隆年间 在创州一大开始传授这种 光芒朴实的武术 传统的东西没有现在的 现代武术那么限制 重量、级别、紧急部位 传统的八極拳就是 哪怕打哪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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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触手 嗯 知道 嗯 嗯 是 我们可以闻 看 我打了你了 这里防着你了 是 打了你了 这是一个点 对 一个点 快就快就带了 知道 平时练 嗯 哦 这针 针就是一个 加一块 好的 罗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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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死打我 我死打了你了 是 就是这个意思 OK 走打 是 打了 你防 那个时候肯定防 这 那你在这走 一二三 来 这个绝对给我个感觉是一些很实战的传统武术 不是说现今的武术可以表达得到 就是它很用人体力学那种 譬如脚啊手的协调的感觉去攻击一个人 是的 力量给我大我缠不了 怎么办 报答 下着我这个关子 有 有吗 有了 都有了 利走 利走 我是全身的力量 对付你一个臂的力量 是 对吗 有 有没有 有 打的角度位置 让你看不到的 但是同步地 它另一个位置已经重要了 走也不能走 你走不了 是 你绝对走不了 除了权术之外 历代八极宗师都精于大畅畅法 第五代传人李书文 更加在文初武术界有神畅的称语 来自台湾的林重仪师傅 是李书文的同孙 武者乔正夫 今天就来向他学习这种兵器之王的基本技艺 探亲吻咻咻 OULD 他的是 从 枪法延伸出来的权 所以说八极拳的拳 如果说你们练不好 可以用枪 来校正 扎平一点 他送出来的时候 不只是你往旁边搭 你要往前 压过去 压过去 贴着他的柑子 工坊衣鐵 對 放鎖 抽回來 抽回來的鎖 比較鐵起來 鎖平 都 挺好玩 因為它有很多 很微細的東西 技巧在裡面 可能差一點角度 已經是勝負的分野 不要離開它 要聽住這個槍 聽住它殘 我感覺到 我一有一個動作 林老師已經有一個 反應很快 馬上破開我 你會看到它完全靠槍桿接觸感應 就是剛才說的 聽勁那樣 當你用一支這麼長的兵器的時候 你的人是退不到 即是退不到多少 它可以前進一路覆蓋你 所以 那個距離 是比起 譬如你用刀 用劍大很多 它要追擊你 容易很多 變成 摺二連三 這樣來 你只要一失勢 所以 很深刻 體會到什麼叫槍 為什麼叫兵器之王 在武術對打的時候 那一刻你會 可以很真實地看到自己 你的恐懼 你自己的猶疑 你會很自然地在一個 遇上危險的時候 表達出來的 你可以面對真實的自己 看到自己的決點 我會覺得 是一種修煉的 為了給彭剛瑜 體驗一下八極拳的實力 在離開倉州之前 葉光泰師傅特別為他安排了一場 對練和比試 咱們八極拳 講的是 埃邦即靠 是 崩漢突進 是 切身建靠 寸接寸拿 先練一下 直接靠 這就是靠狀的一種形式 是 前靠 熊靠也叫 開始 有啰嗦 火都可以 停 好 停 這個 停 还挺蛮好 你看 都会吃 ект 掌 将来 不要拿 我推 踢它 帥挥 各种 搭 指甲 都可以 拢它 你现在 你現在在廣州睡了 你現在知識片的體力沒有什麼技能 你沒有打的意識 你沒有打的意識 你這個動作沒有 你沒有打的意識 這沒有這個 都沒有 所以 以後 多交流 多實在 那才能夠鬆解出技能來了 對吧 好 師傅很好 反應快了 還有那些技術很高 天好 攻擊性天好 謝謝你誇獎 有空跟你決戰 重點 多謝 好 下一節 兩位武者會去到海峽對岸 仿沉八極一代中師劉雲潮的傳奇 民國初年 八極拳五代中師李書文 受要到北洋將領劉之兒父弟 教授劉家公子武術 當時年過半百的他 一定沒想過面前這個八歲的小朋友 將來會將他武術的精華 扎根在中國東南部的一個海島上 繼而遍地開花 弘揚海外 這位徒弟 就是台灣四任總統市衛的武術總教官 劉雲潛 這位是龍山寺的夜市 其實有很多食物 有些雜貨賣 坐這裡 坐對面 坐這裡 這個對 豬腳 對 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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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次來台灣 應該是第四次 我不是很多 之前都是因為 出版的工作 所以來書展 你經常來 我住了一年 你不拍電影 我覺得他們也挺… 因為說人情味 有的… 文化氣息很濃厚 從小吃看到他們 有很多以前中國不同地方的文化 他們都在這裡集合了 所以你看到四川菜 上海菜或浙江菜很多 這裡是特別多的 其實武術也是這樣 因為政治的原因 令到很多傳統的武術 可以在這裡保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和香港有點相似 有一點 對 我之前在香港 已經練過幾場 大器槍 其實那個也是從台灣傳過來的 這次回到台灣去深掃 希望可以學到裡面更精心的理論 就是八極拳 去了倉州學八極拳 跟他們當地師傅交流完之後 我想看看台灣的八極拳 演變成怎樣 還有劉雲潮這個人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他一個怎樣的人呢 他生前的武功是怎樣的 這些都是我覺得一些很珍貴的資料 劉雲潮出生於河北倉州名門望族 由於體弱 自五歲開始練武 除了八極拳之外 他還精通螳螂拳 八卦掌 坤吳劍法等 1937年 日本侵華 劉雲潮從軍報國 其後國共內戰 1949年 隨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 今年94歲的孔令城將軍 和劉雲潮同期奏督王報軍校 1968年 他擔任總統府市衛長 向蔣介石引戰這位武藝高強的同行 劉雲潮是他的武功是不得了 我們官邸的社會員也有武功 但是都趕不上劉雲潮 都不及他 都不如他 自此 劉雲潮成為台灣四任總統市衛的武術總教官 他將八極拳引入台灣軍警系統 影響至今 屈膝鬆伸 金立賢 是劉雲潮在總統府市衛室訓練出來的第一代教官 這樣子 他這個有用 這樣 報復水 右殘屍 白鶴亮翅 八極拳裡面有個叫精神 他叫做中肝易膽 中肝易膽 以身作頓 舍身無我臨為當先 他很少有做防的動作 他都是攻的 就是你在當侍衛的時候 人家來侵犯皇帝或是元首或總統的時候 你不能退 八極拳只能往前衝 只要打了我這邊 就在這裡了 你看這一下就上不去了 這很快啊 這一打完 這一走 這一拳 兩拳 頭髮一刷 膝蓋一提 砰一拳 就下去了 我很快速度 我看不到他做什麼 原來他的手肘下了我這個位置 已經 腳肘同時已經來了 接著就兩拳 接著扯 打 接著打這個 整個動作很流暢 還有是 很簡單直接 打 就是你剛剛不是大八極有這個動作 是 你們剛剛看到這個動作 對 就這個動作 一個 這個動作 三個 膝蓋上去了 一樣 最後 打下去 這個動作得快就變成這樣 你看 你看到沒有 壓的腎臟 肋骨 是 就這樣 就把你這樣拖出去 拖了你這樣 摔在地上 打一拳就昏了 是 一打完 一打完就拉 對 還動作比我還漂亮 沒有沒有沒有 老師教得好 你留了台灣好了 有機會跟你學習 哈哈哈哈 除了軍警系統之外 劉雲潮也開始在民間推廣武術 台灣著名武術家徐己 當年慕名戴藝拜師 成為劉雲潮的第一批八極淪生 這是一個市場的建築 已經廢棄了 因為前面還是有一個電影院 在後面 我們大概四五個人 五六個人開始練在這裡 每天四個小時 跟老師在一起 練什麼 什麼都沒有練 練基本功 就是打拳 踢腿 這個一定有的 基本功 然後練八極拳 是沒有套路 是單動作 你沾一個八極裝 就這樣 一方面就是練氣 練丹田吐吶 丹田的呼吸 那麼很重要就是練意 意念要向下沉 然後到後面 尾 跨 西是在這裡 不是在前面 還有腳 這是整個人放鬆的 要放鬆 要放鬆 全部放鬆沉下去 好像一個金字塔 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好 每一個都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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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下去 這個腳會痠 對 換電 還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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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在武術上來講 他非常的開明 但是已經練了很久的時間以後了 他叫我要打柔 打柔不是打慢 不是打得沒有力氣 是不要純鋼 鋼裡面要有柔 我不能了解 我拼命打 最後 我被他帶去 他叫計程車帶我去 跟他的老朋友 杜玉澤杜老師學太子拳 就是本著這種對武術開明的態度 1971年 劉運潮發行舞壇集資 記錄各門各派武術精華 之後 更加成立舞壇國術推廣中心 重點向台灣國大專院校推廣武術 自此 八極拳在台灣遍地開花 除了遍布三十多間大專院校的國術社外 更加成為大學國術學系的課程之一 一 二 八極拳協會的葉啟立教練 就是在大學時期 開始接觸到劉運潮的舞藝 他近年積極推動練習大槍槍法 希望還原八極拳的本質 武術有先學條件 我先講的是兵器 不是刺手攻拳 激光裡面講的大部分也是什麼 拳是無用於大戰的 就是活動筋骨而已 每個八極拳名師 都是以大槍成就 什麼叫大槍成就 我是練大槍的 所以真正的八極拳師是什麼 他知傲的地點 不在於他會打八極拳 而是來自他什麼 槍法 我們大概從四、五年前就開始 想去把槍找回來重新練 為了更加接近傳統的面貌 在這裡用的大槍、材料、尺寸 都根據青瘡武術家 武術的手臂錄重新巧構 根據手臂錄去把它做成這樣大 而且不斷地修 木材我們試過很多木材 那這種木材不容易斷 所以我們訂了大概一百五十支 可是成功率只有八十支 你在那邊練過什麼東西 練過一套小八極 還有... 一點點吧 由於木槍比香港練習用的碳纖槍重鴻多 僑政府發覺 連基本送槍方法都要重新學習 腳不要有力量 腳不能有力量 腳有力量三塊身都沒力 沒有不需要 如果你是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 你是用力反正是沒力 反正是青瘡有力 看一下 我如果這樣扎怎麼扎 我刮到腳怎麼走 很放鬆的樣子 對 OK 省力嘛 OK 隨便就對了 OK 很好 這個跟我以前練的 學的東西好像很不一樣 空手刀 都是 從馬步 可是問題是 你在上場的時候就不是這樣打 轉腰 轉腰 沒力 對 為什麼 跑上在這裡 對 對啊 抓到我 對來 再抓 好 對你會發現你的力量更順暢 再輕鬆一點 對很好 看後手 對 放鬆一點 後手放鬆一點 後手放鬆一點 你很用力但是不到我的槍 用不到槍 用不到槍 槍講什麼 去如劍 去如劍 弓劍的劍很快 對不對 那回如什麼 線 纏繞的回來的 神槍里斯文 可以把稻草拔出來 捲進去 出來的時候整捆這樣 帶出來 你要用力跟轉動是不一樣的 嗯 這樣才開 然後呢 這樣轉波轉板 所以一定是 這樣是什麼意思 靈活 靈活 而且大 所以你在握槍的時候 這個過程中一定是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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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翻手的時候才是這樣 好 對 OK 沒關係 對 來 對 這樣 看著我 槍看著我 牽著身體 槍貼著身體 不要離開身體 紮槍放出去 很容易 收起來的法力 是 對 比較困難 還有 很難控制 很難控制 暫時還沒有掌握到 有很多功夫都是 如果你一個人對著空氣的時候 你可能 打得好像無似一樣 但是 當一有一個對手跟你對練的時候 你的缺點就全部 就是 完整形 下一節 兩位舞者會親身體會 武壇八極的訓練方法 今天 舞壇已經紮跟台灣 分會遍佈世界各地 繼續積極地 極推廣劉雲潮的舞藝 而在台北這裡 依然保留著昔日最傳統的訓練方法 舞者彭剛元 喬正夫 今天就來到請教現任會長 林仲熙 那這個腰塊 就是像這樣 油開來 油跨 然後推回來 反推回來 到這邊 直接就 慢慢地樓 這個不能擠 要不然受傷 訓練過程裡面 除了剛才做的那些工法以外 有一些輔助器材 那這拍摔燈 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輔助器材 那你自然地拍 用腰身 拍下去以後 摔回來 這就是拍 這個叫摔 所以 我拍到這邊的時候 馬上就摔了 拍的是心臟的話 拍這個地方 或者拍這個地方 只是用力 不能用力 對 又抽進 文化的傳承 一定是原汁原味 原來的東西 你一定要保留住 這些原來如果不保留住的時候 隔個幾代 原樣就不見了 我們這應該講說 它是一個活的鼓動 一般的古董 你可以擺在故宮 幾千年不壞 但是武術這個東西 它是一種活的東西 等一下 然後再來做 做分 不行了 我要打破它了 訓練脂力的 脂力 握力 這整個力量都需要 雖然不像紅球這樣打 但是它平常是軟的 但是倒人家身上 倒人家身上之後 它指力會進來 手上有種手法 一掐的時候 這個指力就進去 那他們現在練的這個方式就是 這樣子做得非常很低 高度下又要能夠剁步 要能夠換步 要能夠發緊 走 走 這一種訓練方法 是林老師說 是劉韓志豪老師 傳統的傳承 原汁原尾 對 馬步水平的位置 然後收回來 做一個度步 向前打的時間 整個過程 全部是貼地 對 練到我們的身體平衡 之餘 大腿的承受力很強 是練功 譬如我們以前 練的南派 或者我們練的空手道 低得來 是打開 比較舒服 是 它要是又窄 又低 是 那個要求很不同 除了練功方法之外 舞壇仍然保留著最傳統的 三貴九寇 拜師儀式 拜師這種形式 它有幾個意義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一種 權利義務 也是透過這個傳統理念 顯得更慎重 而彭剛元 也和這裡的弟子 進行了一場非常強調 武德的比試 記得不要下重手 不要打要害 聽我鼓勵 停就停 可以嗎 準備了 開始 是 他很好讓我 他踩著我的腳 我拔不走 他又不攻擊我 是 好 好 就位 这边 好 鼓掌 大家看他们下盘 短腿和低腿用了很多 两边低腿都用了不少 但也很有用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有用到国术的招法 两位都表现得不错 因为大家出了手都有留手 这不是生死相伯 所以这是一个武德 大枪强弱十尺 是古代行军步阵的兵器 使用大枪需要精准的技巧 要一定程度的训练 才可以在实际对战中发挥出来 乔政夫 今天继续和叶启立教练学习枪法 希望有机会亲身体会一下大枪的比试 所有避 一定要避到他的枪 身后三尺 这个力量把他打到死在 死于枪下 他才没有机会 什么 回来 没有力量 怎么怎么解决是 休息休息休息 休息 那我现在不管看你用拳摇 用什么东西 你容易把他 把这个力量放到这边来 所以你的动作会造成什么 第一个慢 第二个力量会什么 耗掉很多力量 要消失之后 对来一下 不动 为啥不动 我很紧吗 没有 没有 ok 来 敲 你想办法让这个枪放在你身上 好 敲 对 ok 有点意思 对 ok 对很好 对很好 对了 原来除了基本功之外 勇气都是练习任何武术的必要条件 面对他才有机会 接受他 接受他 对 对啊 对 不错 扎到就这样而已 怕什么那就是假的 对 不用害怕 ok嘛 你就接受接受就来个极反应 你就不会紧张 对 对很好 再做下去 绝对练就好了 一定扎得到 练腔 我有一个东西要练的 叫勇气 怎么练勇气呢 要忍 忍到他腔进到最后 贴到我的身上 我才瞬间给他 拨开这个力量才会造就他 来不及回 逆转 基本上整个前锋手都中了 好 以前水虎转港那样 在窗头点点点粉 然后锁下去就知道你中了多少枪 什么 炸它刺的 炸它刺的刺 炸它刺的刺 炸它 炸它刺的刺 有刺 有刺 虽然还是战战兢兢 乔政府着上八极拳业会 还在研发的新式护甲 尝试他第一次大枪的比试 四枪 对 开始 一样被扎到请自己举手 中 三分 好 开始 中 三分 中 一分 OK 摩擦到不算厌 头部要正中 开始 大枪 大枪比试用扣分键 被击中要害扣三分 走 其他部位扣一分 先扣完十分就落败 走 三分 預備 敲打不算 OK 預備 开始 走 我先不要扎脖子 胃部来在脖子碰到了 有点碰到 OK 开始 三分 OK 先扣步 好 時間到 四枪 好 停 去 OK 现在还有点 兴奋 是觉得 不够放松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动作之后就回不来 回不来 练习可以扎到十二分满 比十分更前面 是练习 用的时候八分 可是这个叫流 流住的流 可是 怎么会表现到流的阶段呢 十年手不离竿 枪 如果照吴叔的讲法是 枪不是人人可以学的 要有智慧的人可以学的 小时候可以继续写下去 下次写神枪 下一节 两位舞者要面对他们这次 八極旅程的终极试练 1992年 刘云潮逝世 台湾媒体广泛报导 党政军救部 弟子近三千人自制 以一个舞者来说 可以说是极具哀荣 而他的舞艺身影 也继续透过台湾各界 甚至世界各地的八極门人 不断流传下去 刘云潮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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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他一定要給你弄得好好的 要不然就對不起你的父母親 劉老師講的 你是日本人嘛 所以你要回去日本嘛 那一定要開個舞館 開個舞堂的日本分會 中國的東西 然後文化裡面的這些很寶貴的東西 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歷史規模很大 榜塌 我磨到一點一點而已 一點一點 聞到味道而已 他要有要求 他要追求 拳有事所以為變化 任何東西不管你練技術或任何東西 不管踢足球 主要目的是要找那個變化 千萬一定要守住第一槍 第一槍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要注意有第二槍的可能 我守住沒有錯 可是我是輕易 我才有機會什麼 回槍 對…你第一槍就破了 都OK很好很棒 進不了第一槍 一般我們練拳 或者就算是玩一些短的兵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靠一些身體的條件 可以補救到技術得足 但是這種兵器 就發導更重要的速度和力量 就算你對著一個年老的人 或者是慢的人 只要它發導夠嚴謹的話 根本你不會有機會可以進入 這槍就對了 所以這種兵器 就像老師所說 是一種靠技巧和靠智慧的武術 經過幾天來的訓練 今天喬正夫 要參加他的終極比試 我現在準備這個大槍的比賽 希望可以打到一些法度出來 不是心想贏還是輸 難不難看 至少老師教給我的東西 有一點可以打到出來 我已經很滿意 目標是不要被人打得那麼多 盡量找機會 有機會攻擊 好 好 速箱拿起來 好 預備 開始 撞 小心 走 撞 身體三分 開始 撞 就是要 要要要撞 好 是我已經撞過了 對 撞到中間中間的殺傷 這個大槍的特別是 空閒度 要控制著你來打 那它不會被空位 好 預備 開始 撞 三分 撞 三分 就錯 好 預備 慢慢來 走 走 手 1分 1分 開始 走 3分 開始 開始 走 1來生 1 1分 預備 開始 走 走 好笑 OK 結束了 OK 不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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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口 好 插口 如果真的有槍嘴 我想 條政府 槍嘴應該貫穿了喉嚨 直入 然後就成為 烈士 可以嗎 好 可以嗎 好 好 這位先生跟我練的 兩天 那今天有這樣的 我們其實很不錯 因為他的運動素質是不錯的 謝謝 大香氣質是不好練的 這些人都是練過三年以上的 所以他能夠在戰鬥上去 這樣的話 OK 不錯 很有容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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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做到一下 都中到一下 對 我正常做到一下 一些學了的東西 都是未用得出來的 親身感受到 一個這麼重的兵器 長兵器 他也不用怎麼動 他只是原地 一去 那個力量 就像子彈 一個槍槓 是 所以那個力量是 好 好 好 為了要實踐 在倉州和台灣 學習到的八極拳 回到香港之後 彭剛元 找了他的師兄阿浩 以泰拳 和他進行一場比試 這次其實練了八極拳之後 我也想試一下 運用八極拳裡的招數 切磋一下 雖然那支都忌不如人 但今天也要怎麼試一試 阿浩是一個很靈活 技巧挺好 和爆炸性都挺強的拳手 所以他加上八極拳 我想看看他的八極拳的技巧 會有什麼特別之處 演出 一年 突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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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